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紧张 很快的就公布了这项讯息 凸显出这一次的俄罗斯的会见的通过 然后跟在这个这个礼拜六的上个礼拜六的时候 国防部很快速的公布有八架中国大陆的战斗机呢 接近我们的二次海里 甚至有人认为其实已经进入二次海里 恐怕这些是一连串的动作 嗯 好 但呃平常我们军方呢 台湾的国防部每天发布呢 所谓的台海军情动态 但现在已经不只是台海了 然后现在连连连整个台湾的东部海域呢都包括在内 对 就东线不是无战士 对 第二个台湾过去军方所发布的军情动态 他是有对象 有针对性的就是都是解解放军 换说日本跟美军在台湾周围怎么跑怎么动都不会在军军情动态里面 他绝对不会说呢今天呢有一艘的有一艘的美美国的什么什么剑呢 非常的不友善的呢 经过呢台湾的什么水波不会日本的也也一样 但是这次发发布的是俄罗斯 那这个就有点特别 那你说过去俄罗斯有没有靠近过台湾有 因为毕竟俄罗斯呢 前苏联时代呢 他很强大 他甚至于呢 你看越战基本上面呢 就就是俄罗斯苏联在这撑腰的 那个时候呢金兰湾都还是俄罗斯呢在租界 俄罗斯租界一直到1999年哦 就是即使他垮台了之后他都还住了一段的时间 好所以呢俄罗斯过去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可是呢这一次的这这两艘舰的经过三个含义啦 就第一个就是说他在靠近台湾不是这么的平常 所以不要等线是台湾军方发布俄罗斯的两艘新型护卫舰呢 靠近台湾他不是穿越他靠近台湾他一定有有他的意义 我认为台湾的军方也不是呢故弄玄玄虚刻意的去去做文章 因为这两艘的亲戚 第一个他是新款的护卫舰就是 呃俄罗斯现在没有能力去造大舰 他连要造大航母 连维维维持他的航母都很都很困难 所以他没办法去造大舰 所以他的他的船舰正在小小型化 像这种护卫舰大概2000噸级而已哦 可是他是俄罗斯的海上武力当中来讲 新一代的海上武力的设计理念 那这两艘的轻型的护卫舰 他叫什么 他是2-380的 好了那他的这种的轻型护卫舰 他是模组化的 同时他的水面的作战能力是不错的 他也可以把的他最先进的这些导弹包括匕首啦 告识啊等等啊 都能够装在上面 那你说那过去有没有靠 有 你要知道他上次来的时候已经是去年7月了 换句话他不像是美美国 如果美美国来是月月月月经啊 那俄罗斯的船舰经过就是年经啊 一年一年 一年来来一次 上次来是去年的7月份 好 但是这次仍然不一样 因为他这次他显然他就是刻意的要靠近台湾 因为他由南往北从台湾的东侧海域靠近苏澳 因为苏澳很很敏感 苏澳是台湾的海军的北部的主要的主要的基地 他靠近苏澳的时候 台湾军方说呢 他在26海里 那个26海里不是领海基建往外算哦 他是从台湾的陆地往外算26海里 所以你看到台湾军方发发布的讯息里面 旁边是加瓜号 虽然26海里 但是他说在临街区外 就是他还没有进到台湾的临街区 可是这两艘的轻型护卫舰呢 靠近苏澳附近的时候呢 他是继续往往北走啊 没有 他就转向他又往东南走了 所以他就是故意靠近给你看 他不是那种的无害通过说我从东部海域游那往北就走过去啊 你你你敏感是你的事情 他不是 他就是靠近苏澳之后 他突然间又往东南走 往东南又又回到了就说菲律宾海 当然菲律宾海最近美国啦 日本啦 法 法国啦 菲律宾啊 在这地方呢 有有演习 他的地方的活活动 可是你要到菲律宾从苏联瓦解了之后 他在呢 南海跟菲律宾海的活动的频率呢就很低 尤其呢 当最近解解放军因为这两艘护卫舰在靠近的同时 解放军是有六艘的船舰呢 是在台湾的周围的海域 同时你有没有注意到上个礼拜过去一个礼拜里面解放军 对于台湾的过海峡中线对台湾的军事的施压的频率强度 以及靠近的程度又提高了 上个呃 二十五号 二十五号就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里根号呢 要要进现港的时候 同一天 八架解放军的军机呢 穿过海峡中线 最近的呢 已经靠近台湾的二十四海里 那这个二十四海里就很敏感 你之后你看到隔一天台湾的军方讲台湾军方说 赶进十二海里我就打 这句话听起来很很很威武很英勇啊 可是你知道这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吗 就是二十四海里以内可以 你到二十四海里我也不会动你 那以前其实二十四海里就要行动了 是 就是其实到二十四海里 台湾军方的过去海空军呢 他应该做两个动作 第一个 那个警告的趋力要非常的强硬 就是要把你往外推 第二个应该呢就开始有警告射击 换成你要有警告射击了 结果他现在的动作就靠到了二十四海里 当然这次还没有 就台湾军方的讲法还没有进到二十四海里 但有人认为已经进来了 是啊 其实在上次四月份的时候的围岛军演呢 澎湖那边就已经进来了 但是对台湾本岛终究是还没有 但是我昨天又做做做做了个梦 就这个梦就很重要了 这个梦呢就就是 哇你梦中的采访对象真的是非常精准 每一次都好精准 连国防部长等等等等都托梦 那昨天其实他们那个梦里面就要告诉我说解放军呢 现在就在等他是在警告警告警告什么 如果今年八月 像是昨天的华尔街日报前天前天华尔街日报讲的 赖清德八月要要进美国 要借着巴拉圭的名义他要到美国 同时美国很可能安排华府边上一盒之隔的AIT的理 就说呢这个就说呢在美国在台协会的总部 美国在台协会的总部就是你知道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你看到顾力熊跟吴的吴钊燮走进去之后呢怕你没有拍到回过头来跟你很热情的挥挥手你没有拍到我 有没有拍拍到我就是那里就是那那里那就是告诉你说哎我已经进华府了我作为一个呢国安会的秘书长我作为一个呢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虽然没有邦交师吧我告诉我进华府了那你现在如果说呢华华华盛顿就说呢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如果呢接下去 以副总统的身份赖清德尤其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如果再进那个地方的话解放军一定进24海里进24海里之后台湾军方要做什么反应那大家等着看我估计了解放军不会因为台湾军方说呢你进12海里我就打因为你讲了之后我我认为解放军就非是不不可那今年下半年选举前的时候两岸之间呢在靠近台湾的军事较量就 非常值得观察了跟上半年我认为演一演之后就没事的那种的感觉下半年可能非常不一样 嗯这一次其实最近中国大陆的态度确实是在军事行动上面是更加的强硬这一点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是会有很强烈的感受 我觉得包括俄罗斯的会计券嗯那中国大陆更不用讲好那解放军的那个一波又一波的军机然后还有军舰的接近嗯 有人认为说这是因为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一个就是他的国防授权授权法嗯 然后里面呢就是要协助台湾啊然后怎么样子的训练啊等等的有人说是为这件事情而示威抗议嗯 那也有人说哦原来是因为他的这个呃军委会的这一些呃国会议员啊要来台湾国会的这些国会议员来台湾好所以你的你认为都不是这两个原因你认为其实反而是警告美国对于赖清德访美的安排必须要降格处理吗 他在做一些的铺陈啦就是在在布林肯访中之后啊出现的这些的动作我我觉得他他他是有政治表达的在布林肯访中之后虽然我很主观上面呢看这一次的布林肯访中之后中美之间的表态我认为中美正在进入到2024年前两天的媒体也也提到了华杰基报也提到就是说呃布林肯访中的时候双方面互相的试探了一下 对于2024年台湾选举的看法虽然详细的内容我们不知道可是我认为中美之之间正在进入到共同反台独 嗯那北京跟华盛顿的共同反台独这件事的事情你也可以观察到就是说台湾现在虽然的三党有三个总统候选人 可是美方国务院呢只有在侯友宜的被国民党征召的时候呢国务院呢有透过媒体表达着的 侯友宜OK哦就是呢作为一个领导人他没有不安心可是另外的两个候候选人美方到现在都没有表态 所以美方呢对于呢台湾的选举你听布林肯讲听任何的官员讲一定说呢我们不会选选边但是你放心他已经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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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